好 举事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星期二闭幕 并且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不过最受关注的还是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当然现在这个名单目前还没有公布 那么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对中共的十九大到底是关注什么 那么我的同事记者思扬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跟踪报道十九大的情况 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谈一谈美国学者对十九大的看法 欢迎思扬 你好 美国学者你采访到的美国学者对十九大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对我是最近参加了好几场那个十九大的这个有关十九大的研讨会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中国著名问题专家就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谢舒立 他呢他就说就十九大其实要回答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他是不是会遵循以前的前任们的惯例 就是说选隔代选定一个接班人或者呢他不选定 然后他继续在2012年2022年之后继续掌权 然后我们现在先听听那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那个谢舒立教授 他昨天在这个该校在华盛顿那个研讨会上 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 是否有年轻的接班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这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他是这样解释的 他解释的他说如果十九大是一次正常的或者是按惯例的会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要选定那个接班人了 他说因为只有这个样子选择一个60后的接班人 那么这个领导人呢在2022年之后呢才能够就坐满两届 他说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竞猜的这常委名单当中呢 大概有两个人是符合这个60后的特征的 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另外一个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十九大刚刚公布的这个名单当中呢 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 但是呢就之前一直有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 打破当时那个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为了维护这个就是说防止独裁和权力过度的那个集中 而进行的一些这个规范和制度 比方说隔代指定接班人 还有呢这个领导人非中身制以及那个集体领导制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王岐山之前人家又说王岐山 如果能就是说继续保留的话 那是一个风向标表明那个习近平可能在2022年还继续掌权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王岐山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了 对吧 嗯 那么指定不指定接班人 就是隔代指定接班人 就是中共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做法 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 那个谢书利说呢 如果习近平打破这个指定接班人的惯例的话 那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未来高层各个派系的这个抵触 甚至会遭遇这个精英的政变 他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你指定这个 你如果不指定接班人的话 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在2022年继续掌权 那么这样掌权呢 会导致这个中共高层里面的一些这个忧虑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准则和制度呢 关系到这些人的利益 他是否是有上升的空间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会不会就是说 他的人身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没有接班人 或者是那个走向独裁的话 可能某一天他会突然被清洗或踢出局去了 所以他是这么解释的 嗯 那么现在当然公布的只是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名单了 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 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委员 现在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名单 那么这个名目前已经透露出来这些名单 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 我们看到了这个迹象名单当中看到 习近平和王岐 实在讲自己的很多的追随者 好像是放进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之前也看到习近平把这个自己的人安排进了这个各个五大军种 所以他也掌控了军权 而且军队的一些人也进了中央委员 所以这样看起来习近平的这个力量权力是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加州大学那个圣地亚哥政治学的一个副教授 他叫史宗翰 然后他就觉得一般人认为习近平掌权之后 那么这个国家会更加有序的这个往前发展 但是他认为这样之后呢 他这并不是一架就上好了油的机器可以运作良好 他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第一你如果走向独裁之后呢 你可能会担心对别人担心你 担心别人推翻你 这种忧虑会加深 而且呢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这个敌人 最后有可能会清洗自己的盟友 而这个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候也都发生过 然后呢他还说 你除了清洗反对者之外呢 就是你制定政策的时候 其实你走向权力过度的集中的话 制定政策也不一定会有良好的政策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你会有一个回应式的效应 就是不管你高层领导人说什么 底下人因为害怕你都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 他还只出了举出了一个例子 他说现在的一路一带 其实也有很多的弊端 但是包括这个中国的高层 包括学者在内都不 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反而是一片的赞扬声 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他说独裁的话 你也会让一些就高层的人 不敢就说有主动作为 因为他们怕这个主动作为之后 会被误解成为一种背叛 遭到侵袭 所以他觉得这个并不见得习近平 就是说掌控了所有的权力之后 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好 谢谢思扬 这是美国真心记者思扬 来演播室的报道